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下非常著名的香港雨夜屠夫林过云 这林过云呢可以说是香港最有名的歹徒之一 这家伙呀非常的变态 在雨夜里残杀了四名美女 更可怕的是他还把这些女性的敏感部位切下来拿回去 泡在防腐液中当成战利品收藏起来 话说1982年8月12号 香港望角的一家照片冲洗公司出了大事了 那天呢尖沙嘴一家照相馆的职工张某送来了一批等待冲洗的照片 张某呢跟这家店的老板解释 我们公司的放大机坏了 已经到厂家报修了 没办法 我们老板呢想请您帮帮忙 把这些照片啊放大冲好 多谢多谢 都是同行互相帮助 这家店的老板呢什么都没说就同意了 跟尖沙嘴的那家店呢不一样的是 望角这家照片冲洗公司的技术它比较落后 人尖沙嘴的店是从英国买的机器 洗照片完全自动化 不需要中间啊人工去操作什么 而望角公司的设备虽然也可以自动的完成冲洗 但是经常会出错 必须得有一个职员进行最后的品质把关 还把那冲坏了的给它挑出来 但是这个事儿这属于商业机密 人望角的公司 为了声誉呀 为了面子呀 从来没跟外边说过 我们这也是英国设备 也是全自动化的 不需要人工干预 12号的当天 由职员陈某负责 一一教队洗好的照片 看了几十张之后 这陈某大吃一惊 这张照的什么呀 拿起来仔细一瞧 尖沙嘴送来的照片当中啊 有一张赫然是女性阴部的放大照片 按照香港的法律 拍摄这种照片 它不违法 但是你送来放大 恐怕就不是自己放在家里欣赏了吧 如果是色情业 拿这照片挂在店里边做宣传 那帮助冲洗照片的望角这家店 也会连带着倒霉 陈某非常警惕的 把尖沙嘴送来的照片 全都挑选出来 仔细的查看 这么一看不要紧呢 尿都要下出来了 这些照片拍的什么呀 都是对一具年轻美貌的女性尸体的解剖过程 可以看到啊 这个女孩从一个被胶带遮住双眼的尸体 最后变成了好多器官 太血腥了 但是拍摄的手法又非常高明 拍摄者重点拍死者女性敏感部位 阴部 胸部 完全按照欧美色情杂志的风格来的 陈某马上拿着这些照片 冲到了老板的办公室 这不知道怎么说 您自己看吧 老板拿过来一看 这哪来的 陈某说 这就是尖沙嘴那家店送来的 老板心里就一翻个 跑盖呀 你没看报纸吗 这半年好几个女孩失踪了 阿陈 你做得好 我给你加信 你现在打电话报警 当时香港频频发生女性失踪案 82年的2月到8月这半年的时间里 已经有四名年轻的女性失踪了 第一名失踪的女性叫陈凤兰 27岁 是尖沙嘴一家夜总会的舞女 已婚 长得很漂亮 2月3号凌晨4点 在夜总会喝了很多酒的陈凤兰下班 因为醉酒下雨 她就决定打车回家 结果一去不回 第二天她的家人报了案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陈凤兰18岁就已经下海做舞女了 社会关系十分复杂 警方怀疑 陈凤兰有可能是得罪了黑社会 被卖到东南亚去了 又或者呢 是因为借了高利贷 有债务关系 别人把她给绑架了 那像那时候黑社会不都这样吗 女的欠钱不还 得罪人了 买到东南亚做鸡 男的呢 扔到河里喂鳄鱼 基本都是这么个处理方式 但是怀疑是怀疑 最终呢 警方只能先定为失踪案 到了2月11号 经过几天的暴雨 沙田城门河水暴涨 在工人清理杂物的时候 发现了三个黑色的塑料袋 大家都能猜得到啊 宝洁工人打开一看 里边是一个女人的人头 还有两根胳膊 这工人哪见过这个 嗝嗝一声 当场就绝过去了 经过法医的检验 这就是失踪的陈凤兰 他已经遇害了 随后 他另外的碎尸也被发现 只是缺少了臀部 警方推测 可能是有部分的碎尸 被冲到海里边了 警方认为沙田城门河 不是凶手抛尸的第一现场 这些尸块 应该是被雨水冲到这儿来的 但是大雨破坏了一切证据 没有目击者 这个案件毫无线索 警方唯一知道的是 陈凤兰最后接触的人 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但是没人知道车牌号 也没人看见这个司机 长什么样子 万般无奈之下 警方悬赏两万五千元花红 希望有人能够出来提供点线索 但是呢 警方只接到了几个骗子的电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真正的线索 就在陈凤兰案件迟迟不能侦破的时候 又有新的失踪案发生了 三个月之后 五月二十九号凌晨五点 三十一岁的收银员陈云杰下班 因为呢 也是天降大雨 他也被迫打车回家 同样一去不回 一个月之后 六月十七号凌晨四点 二十九岁的清洁工梁秀云 因为下大雨下班之后打车回家 从此之后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又过了半个月 七月二号晚上的十一点 十七岁的高中女毕业生梁慧欣 参加完谢师验之后 因为雨下得很大 也是打车回家 从此 杳无音信 警方认为 这四起案件都和出租车有关系 很可能啊 就是一个司机做的案 除了陈凤兰以外 其他的三个人呢 应该也是已经遇害了 这个歹徒 作案的手段凶残 而且肆无忌惮 频率非常高 您看杀死陈凤云之后 他等了三个月 才做第二起案子 但这之后 那频率就越来越快了 到了每半个月 就要作案的疯狂地步 如果不能尽快地抓住歹徒 恐怕他还会这样 继续地胡乱杀人 香港是民主地区 媒体是自由的 不会接到什么行政命令 这件事就不报道了 这一点跟我们大陆完全一样 所以当时一时之间呢 各大传媒充斥着女性 频繁失踪的新闻 这给香港的警方 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的时候 他们突然接到了 望角照相馆老板的报警 这可是重要的线索 警方喜出望外 警方把可疑的解剖尸体的照片 交给法医鉴定 法医反复地分析 做出了结论 这非常有可能就是凶杀案 根据照片判断 女尸的关节还没有僵硬 这说明死亡的时间 不超过三个小时 如果是医学院的尸体解剖课程 那尸体的死亡时间 绝对不会这么短 而且呢 这个女尸啊 开始是穿着衣服的 明显是香港女学生的服饰 这就证明了 不可能是大陆 或者别的地方的人 另外 根据尸体的体态判断 她非常的年轻 不超过二十岁 最后失踪的女学生 梁慧欣 跟这具尸体 非常符合 这回啊 警方算是有了点线索 惊喜之余 她也不敢打草惊蛇 万一这歹徒害怕了 她不敢冒头了 那这案子 可能永远也破不了了 功亏一篑 他们暗中 对照相馆布控 在那守株带兔 这一吨就是好几天 在八月十八号的时候 嫌疑人出现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来取照片 走出店门 就被警方给摁住了 香港警方啊 非常聪明 多了个心眼 这地方 可是民主法治地区 强调的是 证据和程序 不能乱来 香港是民主法治地区 强调证据和程序 你不能乱来 警方呢 就把一些其他的照片 混在了这些 解剖的照片里头 这男青年取的时候啊 把不是他的那些照片 全都挑出来了 这就可以确认了 这就是照片的真正主人 男青年被抓住之后 他有点慌 说自己啊 叫林过云 照片呢 也确实是他送来冲的 警方就问他 拍照片的人是谁 林过云说 不是他 他就是帮人跑腿的 拍照片的 是东方日报的记者 四眼老 关于四眼老的真名 还有这些照片 是在哪拍的 林过云说 他完全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 跑腿的小弟 为了揭穿 林过云的谎话 警方开始了行动 通过望角照相馆 他们找到了 尖沙嘴照相馆 照片店的店员张某 张某承认 他认识林过云 他说 我们大家都是摄影协会的 喜欢拍照片 林过云这人呢 性格内向 平时不怎么说话 照片拍得还不错 我们聊过几回 就算是认识 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警方问 你给他洗过几回 这种照片 张某说 连这回一共两次 大概是六月的时候 他送来一些照片 拍的都是尸体和解剖 我当时也挺吃惊 还问他 你怎么拍到这些东西的 林过云说 他平时呢 在停尸房里边 兼职做摄影师 为警方拍照 赚点小钱 自己呢 暗中留了一份 他说 其他地方不敢去洗 只能求我帮这个忙 我看他平时呆头呆脑的 在停尸房工作呀 也挺符合他这性格 我就相信了 我怕别的同事 洗照片的时候害怕 都是亲自给他洗 警方问 照片是什么内容 赵某说 哎呀那很吓人的 除了女性的 隐私部位的特写 还有那些 开膛破肚的解剖 太血腥了 我都不敢多看 很显然 张某的话 和林过云的话 对不上 这边啊 警方就把张某的供述 告诉了林过云 又把东方日报声明 并无所谓 四眼老的结论 也告诉了他 警方说 如果林过云需要 可以把东方日报 所有的记者照片都给他 让他辨认一下 谁是四眼老 到了这个地步 林过云实在是 编不下去了 他不狡辩了 他开始沉默 警方又对他的背景 进行调查 非常惊讶地发现 他居然有前科 林过云 原名叫林有强 1955年出生 当时27岁 他生在香港 儿童时期 一度跟着父亲 去文莱居住 回来之后 他在深水部 立马斗中学读书 初中的时候 学习成绩很好 后来因为家庭 出现了变故 林过云放弃了求学 高中毕业之后 他先是在父亲的 关塘康宁道的摩托店里面打工 后来呢 又在亲戚的空调店打工 负责帮人安装 早在1973年 也就是林过云 刚刚18岁的时候 他就因为性侵女性 被逮捕过 当时有一名少女报警 说被人非礼 警察赶到 红刊贺园街 一个公厕的外边 把正要逃跑的林过云 抓住了 少女说 他上完洗手间出来 突然被林过云给拦住 林过云 持刀胁迫他 再次进入洗手间 用手反复地摸他的下体 少女当时非常害怕 以为林过云要强奸他 可是非常奇怪 林过云呢 过完手瘾之后 扭头他就要跑 这少女趁这个空赶紧报警 抓住林过云之后 警方发现他这个思维方式啊 跟正常人不大一样 他说自己呢 只是做研究 一旦研究成功了 会对世界有利 还说 这是天赋给他的启示 完全都是不知所云 同时呢 持刀胁迫呀 这在香港是重罪 但如果林过云 仅仅就是为了摸几下 这有点不符合逻辑 警方就怀疑他 精神有问题 送到了精神科进行鉴定 精神科的医生认为 林过云确实精神不正常 不应该坐牢 需要送到青山精神病医院 去治疗 结果呢 在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之后 林过云就被释放了 在社会上打了几年工 他觉得其他行业呀 赚钱太少 也不自由 1978年 他考了出租车的牌照 把名字从林有强改为林过云 成了一位出租车司机 1980年开始 因为生意不好做 林过云专门开夜车 1981年加入了香港摄影协会 由此可见 林过云不但有涉嫌性侵的前科 也是一个出租司机 这完全符合警方之前 对凶手的判断 林过云有重大嫌疑 法院很快就开出了搜查令 警方在他的家 贵州街安庆大厦二楼F市 进行大规模的搜查 他的家呢 是三房两厅 但是面积不大 主要是林过云 还有弟弟妹妹父亲等人居住 其中他和大弟弟两个人住一个屋 林过云是夜班司机 平时呢 晚上七八点上工 第二天七八点回家 这种作息时间 正好和弟弟还有父亲相反 平日里兄弟父子的接触也不多 有时候一两周啊 才会碰上一回面 弟弟认为 林过云的性格怪异 平时呢 是故意地避开家人 虽然有工作的原因 但是他完全可以在家吃几顿饭嘛 可奇怪的是 林过云一日三餐都在外边吃 偶尔妹妹煮好了饭 林过云呢 碰都不碰 最多就是喝几口汤 即便是喝汤 他也会端到自己的屋里 把这门呢 关上 有时候甚至是锁上 弟弟说 林过云做事非常仔细 所有的个人物品都放在箱子里 并且上锁 他哥哥的性格阴沉内向 曾经在家里干过好几件坏事 又被逮捕过 也算是声名狼藉了 虽然是异母同胞 但是弟弟妹妹都不太愿意搭理这个哥哥 家人的关系非常淡漠 警方在林过云弟弟的指点之下 撬开了他的箱子 还有柜子 柜子里边赫然摆放着三个大玻璃瓶 里面泡着好几个女性的阴布 还有乳房组织 警方在林过云的柜子当中 发现了装满了女性阴布和乳房的三个大玻璃瓶子 在这之前 他们认为林过云呢 不过是强奸杀人 没想到他会干这么变态的事情 香港的治安一直还不错 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在场的警察 绝大部分没有过这种经历 好几个人直接就呕吐起来 除了这些人体组织标本 还搜出了上千张的女性隐私部位和解剖的照片 都是林过云本人拍摄的 另外 还有四十多盒录像带 其中一部分是色情录像带 他的弟弟说 平时林过云在家休息的时候 不是看电视就是看录像 很少会出门 警方对录像带进行检查 发现其中三盒有点奇怪 盒子上呢 有林过云亲笔书写的 严肃的秘密 雨夜行动 第四次行动 对这三盒录像带 警方高度怀疑 马上查看 谁知道 录像带的内容 又是让人无比的震惊 播放的时候啊 大多数警察都受不了了 提前退场 只有几个法医坚持着看完了 这是解剖四具女尸的录像带 严肃的秘密 拍摄的是二月失踪的陈凤兰 和五月失踪的陈云杰 雨夜行动 遇害者是六月失踪的梁秀云 第四次行动 是七月刚刚失踪的女学生 梁慧信 在录像当中 法医们清楚地看到 林过云曾经把梁秀云的肠子 塞进了嘴里 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 让一个法医当场都呕吐起来 当时的香港 虽然在六十年代之后就没有执行过死刑 但是呢 也没有废除死刑 警方大概是告诉林过云 如果你老是认罪 配合警方 最多呢 也就是终身监禁 但是如果你继续顽抗 现有的证据 也足够给你定罪了 这死刑 就给你预备好了 林过云 雨夜涂人事件 把香港的老百姓全给惊呆了 民间的意见非常一致 他们认为 林过云的行为过于恶劣 害人听闻 他们纷纷要求香港重新开启死刑 把林过云杀掉 在这种情况下 林过云权衡利弊 不敢再抵抗了 交代了所有的作案经过 同时 警方对他的弟弟和父亲 也有所怀疑 把他们俩也列入到了嫌疑犯当中 警方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林过云假面积狭小 住着七八口人 他跟弟弟呢 还是同居一室 睡上下铺 那林过云 解剖 碎尸 拍照 录像 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而且必然会留下 大量的血迹残渣等等证据 而且 死者的尸体 也得事先搬回来 再找时间去解剖啊 以他家狭窄的程度 很难做到 藏一具尸体 还不被别人发现 正常来说 林过云的父亲和弟弟不可能不知情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坚决地否认 弟弟对林过云犯罪表示很吃惊 他说 我知道我哥哥不是什么好人 但没想到他会杀人呢 他这人胆子不大 有时候逛街 看见蛊惑仔打架 他都能吓得浑身发软 你说他杀人 碎尸 还吃人 说真的我不太相信 不过现在想起来 前几天 我是觉着屋子里有点腥味 后来 还有一种化学品 就像防腐剂的味道 林过云说 是买的咸鱼放箱子里烂了 后来说 是化学品 什么张脑丸 我也没当回事 至于林过云的父亲 他对儿子的行为并不惊讶 他说 我早就知道他会出事 林过云心里有问题 从小就不正常 林过云的父亲说 我是个高级技工 林过云的妈妈是我的原配 结婚以后 家庭困难 我就离开家去文来的油田工作 那边收入比较高 我和林过云他妈生了三个孩子 一个腰折了 另外两个就是林过云和他弟弟 在文来工作了好几年 夫妻两地分居 我当时是状态 我当时是壮年 也忍不住就去找了个女人 香港啊 是七十年代才废除华人纳妾的 这之前并不违法 我和这个女人同居 又生了几个孩子 林过云长大之后 对这个文来的女人非常仇恨 有一回 我听他自言自语 说这个当父抢走了他爸爸 为这事我还打过他几回 多年之后 这个女人生病去世了 我和林过云他妈 这婚姻呢 也是名存实亡 就又找了一个女人 林过云同样也仇视这个后妈 林过云这样就有了好几个弟弟妹妹 上小学的时候啊 他后妈就发现 林过云不太正常 他对女人私密的部位 特别感兴趣 他曾经好几回都看见 林过云在晚上 偷偷地跑到两个妹妹的房间 掀人家的短裤往里边看 他后妈开始这么说 我没当回事 毕竟岁数还小嘛 不懂事 可能是青春期发育了 对女孩好奇 她两个妹妹那时候还是小孩嘛 看一下也不能说明什么 我骂了她一回 抽了几个耳光 让她以后啊 不要干这种事 等她上了中学之后 她后妈告诉我 林过云经常扒着浴室 偷看两个妹妹洗澡 我开始还不信呢 后来有一回啊 我亲眼看见了 我特别生气 把她抓过来就暴打一顿 打得挺狠 拿她脑袋往墙上撞了十多下 她当场都晕过去了 后来她也没改 虽然是不敢骚扰后妈和妹妹了 但是心里边没变 有一回她妹妹的猫跑到她的房间里 被箱子给压住了 她弟弟和妹妹啊 就把她箱子翻过来 他们发现那箱子底下 压着好多那欧美女人的色情海报 全都是那种赤裸裸的拍摄音部的 当时她才十七岁 我觉得少年好色 也不能好到这种地步啊 就觉着她有病 我带她去看过心理医生 结果呢 十八岁的时候 她就迟到劫持了一个女孩 被关进精神病院三个月 当时我就明白了 狗改不了吃屎 迟早她得做坏事 警方问 那她这次作案 你知不知道 林过云的父亲说 天地良心 我真的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我们家负担重 我得供房子 还得养两个老婆 一堆孩子 我六点就上工 晚上十点回家 我哪儿雇得上别的呀 不过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一件怪事 有一回啊 我打扫客厅 发现 沙发底下呢 有一个印 擦了半天才擦掉 当时我也没多想 谁知道几个小孩子 又搞什么东西 现在想起来啊 这个印记 很像是人 仰卧在上面留下来的 我们家房子小 林过云不可能把尸体 藏在自己的房间 那也就只有客厅的 沙发底下 可以藏人了 警方对林过云的审问 也很顺利 他非常坦然地 交代了作案的过程 和他的父亲和弟弟 说的差不多 林过云呢 从小过得很不好 他的母亲和父亲 感情早就已经破裂 好色的父亲 先后在外边 找了两个女人同居 生了一大堆的弟弟妹妹 他不喜欢林过云的母亲 连带着呢 也不喜欢林过云 从小就对他态度非常差 好就骂 不好就打 这在他父亲的讲书当中啊 咱们也能听出来 那个当爹的大孩子 拿着脑袋往墙上撞十多下啊 没有啊 在童年时期 林过云就好像过街老鼠一样 长大一点之后 父亲带着两个老婆 搬回香港居住 于是 这个家庭啊 生活更乱了 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妹 全都挤在一块 还有年龄比父亲小十多岁的后妈 林过云开始确实很仇恨后妈 他认为 这两个女人是靠着淫荡勾引了他父亲 导致了他童年的不幸 话虽这么说 他也没有胆量去报复后妈 甚至呢 在后妈的面前 还有点唯唯诺诺 非常的老实 进入青春期之后 林过云开始感觉 自己和普通的男孩不太一样 他有一种变态的性心理 对女性的隐秘部位 特别感兴趣 有朋友觉得奇怪了 这不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性心理吗 他这个 跟别人不一样 演变成一种变态的嗜好 他对女人的相貌 身材 甚至是单纯的裸体 都没什么兴趣 后来的案件表明 他拍照和录像的时候 大多是把女尸的脸部 至少是眼睛遮住 也很少拍摄面部 为此 他曾经夜晚混入妹妹的房间 掀开两个妹妹的内裤去偷窥 也曾经为此被父亲抽了耳光 等到更大一点了 他开始对成熟女人感兴趣 好多回偷窥后妈洗澡 他父亲也说了 暴打了他一顿 拿脑袋往墙上撞 都给撞晕过去了 但是 这种痛打 改变不了林过云的心理 他变态的嗜好 越来越变态 购买了大量的色情杂志 终于 演变为持刀劫持少女 被警察逮捕 咱们简单说 林过云感兴趣的 并不是女人 他犯案的时候 已经27岁了 却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 甚至呢 都没有嫖过计 这是原文里的啊 各位 这种资本主义社会 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不散通的 他当时劫持少女之后 只是摸了几下 并没有实施强奸 包括后来的案件 他都有机会强奸受害女性 但是他都没那么做 其他的出租车司机啊 经常组团去太过嫖娼 也喊他一块去 他都拒绝 说白了 林过云是一个真正的变态 至于为什么会杀人 他认为是偶然的事件触发的 1982年2月3号凌晨4点 醉酒的27岁舞女陈凤兰 上了林过云的出租车 上车之后 陈凤兰说自己住在关塘 说完呢 就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林过云把他拉到关塘之后 这陈凤兰呢 醉酒不醒 好不容易晃到醒了 他又说呢 自己住油麻地 随后又开始呕吐 把这车的后座啊 弄得是一片的狼藉 一塌糊涂 林过云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又把他拉到油麻地 之后 不论林过云怎么推 陈凤兰就是醒不了了 通过坦胸漏乳的服装 和浓妆艳抹的相貌 林过云知道 这是一个舞女 面相呢 跟后妈还有一点相似 她最讨厌这种淫荡的女人 她的家庭 就是被这种女人给破坏的 对陈凤兰 她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 前前后后 折腾了快两个小时 林过云一分钱都没拿到 车上还到处都是呕吐物 还有一个昏睡不醒的舞女 很自然呢 她想过可以把陈凤兰送到警察局 或者干脆就扔在路边 但是她没这么干 她的变态心理被激发出来了 她要把这个淫荡的垃圾 这个女人给杀了 她开始想过用刀杀 但是呢又怕在车上留下血迹 她只是晚班司机 白天这车还得交给别人开呢 哪儿哪儿都是血 这没法解释啊 于是她找来一根电线 把陈凤兰活活的给勒死了 林过云回忆说 由于醉酒 陈凤兰根本就没有抵抗 就是在死之前呢 这手脚在那抽了几下 第一回杀人 林过云没有感到太紧张 她后来供述说 主要是因为仇恨 她太讨厌这个女人了 你只要恨她 自然就不怕了 杀死陈凤兰之后 林过云开始想要把尸体呢 扔在路边 搬尸体的时候 她看到穿着暴露的陈凤兰 她那个变态心里啊 又被激发了 她觉得 这不就是一个绝好的摄影模特吗 趁着天还没亮 她把车开到了家门口 把尸体扛到了家里 塞进了大沙发的下面 最后啊 父亲和弟弟妹妹都起来了 匆匆忙忙的洗漱完毕 该上学的上学 该上班的上班 等全家人都走光了之后 她把陈凤兰的尸体搬回自己的房间 把这衣服啊都脱光 然后摆出外国色情杂志上 那些女人的动作 开始拍照 林过云拍摄的 主要是陈凤兰的隐秘部位 她对陈凤兰漂亮的脸蛋 不错的身材 毫无兴趣 这些照片拍的都是女性的局部 几乎没有全身或者半身照 当时的陈凤兰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 尸体的关节开始僵硬 林过云就用胶带固定肢体 第一次杀人是不怕 拍摄期间 林过云却感到了害怕 可以看到 她拍的很多照片是模糊的 这说明 她的手在发抖 因为没有经验 灯光靠得太近 把陈凤兰尸体的腿部 一些皮肤给烫坏了 拍摄完照片之后 林过云又开始录像 这时候啊 就已经快到下午了 家里的人就要回来了 林过云开始考虑 到底要怎么处理这具尸体 从陈凤兰的小包当中 她找到了好几百港币 她用其中的五百块 买了一把电锯 赶在家人回来之前 把陈凤兰的尸体 切成了七块 分别包好 之后 她清理了血迹和残渣 又把陈凤兰的两个乳房割下来 泡在米酒当中防腐 由于手法不熟练 其中一个乳房还被她给割坏了 晚上上班之后 林过云借助夜色 把尸块搬到出租车上 丢在火炭一处山坡草丛里 第一次泡尸 让林过云非常紧张 扔完她就走了 那天下着大雨 没有人看见她泡尸 随后几天连绵的大雨 又把部分尸块冲入了城门河 这才被警方发现 这次杀人碎尸之后 林过云还是很惊恐的 长达三个月没有敢再作案 她回忆说 杀死陈凤兰 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 似乎把多年来 积存的变态心理都发泄出去了 就好像吸毒一样 于是 林过云开始欲罢不能了 杀死陈凤兰之后没多久 她就变得非常焦躁 心中的变态情绪 又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 她决定再去猎杀 发泄发泄 和上次不一样 这回 林过云做好了准备工作 她在车上藏了刀 还准备了手铐 电线 绳索等等东西 甚至还专门购买了解剖的书籍 进行研究 林过云后来说 买解剖书 是因为之前拍照摆的姿势不好 我就想 干脆把人解剖了 把组织割下来 单独拍照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她就开始四处地寻找猎物 1982年5月29号凌晨的5点20分 在大雨当中 31岁的陈云杰上了林过云的出租车 陈云杰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家庭不太富裕 出来在油麻地 金喜来康乐中心等收银员 林过云觉得 陈云杰穿着性感 就误以为她也是舞女 动了杀心 这车开到七弦道 快到海底隧道的地方 这雨啊 越来越大 近距离都看不清楚人 林过云觉得 机会来了 他把车停在偏僻的地方 把刀拿出来 说抢劫 大惊失色的陈云杰手无寸铁 周围又一个人都没有 无法抵抗 他屈服下来 林过云给他戴上手铐之后 假装搜身 却突然从背后 用电线 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陈云杰这才知道 林过云不是抢劫 他要杀人 无奈 他戴着手铐 体力相差又太悬属 几分钟之后 就惨死在车里 这是第二次杀人 林过云毫不慌张 赶在家人起床之前 他再次把尸体搬上楼 还是藏在了客厅的沙发下面 等到家人都离开之后 他开始了解剖的过程 下面呢 咱们摘录一下 香港十大奇案之首 雨夜屠夫详细版 这篇文章当中 对这个解剖过程的描述 但是小的朋友 您往后啊 倒两三分钟再听吧 林过云搬出了陈云杰的尸体 把他的上衣 内衣内裤全部脱光 把外边的长裙拉到胸部 拍摄音部的特写 然后是胸部 拍完照之后 他摆好摄影机 开始为第一次解剖 进行录影 可能是陈云杰的尸骨啊 已经开始发映 难以摆布 陈云杰一边用力地 把尸体弯曲 一边呢 还跟着尸体叙叙叨叨地说话 他割下陈云杰的一双乳房 肾脏 直肠 还有卵巢 当他开始割音部 和子宫部分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 这时候有人敲门 那非同小可 他先关上录影机 然后大声地问 谁啊 听到对方的回答之后 他这心呢 稍微宽了一点 原来呢 是小弟弟和小妹妹 来找和他 同住一个房间的弟弟 他让他们俩等一下 稍微收拾了一下 差不多十多分钟 才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 探出头来 看着弟弟妹妹走开 因为这房间里 只有他一个人 他呢 还叫弟弟妹妹 不要随便来敲门 那孩子虽然小 也知道他性情古怪 什么都不敢问 牛头就跑了 林过云稍微松了口气 继续把音部连同死宫的部分 小心翼翼地用解剖刀割下来 把乳房摆到陈凤兰那个乳房的胶盒里 肾脏 直肠和卵巢就放在一个棕色的玻璃瓶子当中 拿白酒泡着 阴部连同死宫 放进了一个白色的塑料盒 也用白酒泡好 以防腐败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还是把尸体用麻袋装好 趁着夜色抬出去 放进出租车里 这中间呢 曾经有大楼的管理人员 看见他搬运麻袋 那谁也想不到里边是尸体啊 都以为是普通的杂物 谁都没在意 回到房间之后 他闻到这屋里 有非常浓重的血腥味 怕被弟弟发现 就从厨房拿来清洁剂 把整个地板都重新擦了一遍 弟弟下班回来之后 发现这地板焕然一新 就问林过云 好好的你擦地干什么 林过云还说 地板太脏了 你又不管 那我就自己擦呗 当天晚上 他开出租车 把尸体丢在铜锣湾 大坑道山坡的草丛里 直到他被逮捕 尸体都没有被人发现 他把肢解陈凤兰 和陈云杰尸体的录像带 命名为严肃的秘密 杀害陈凤兰之后 变态的林过云感到非常刺激 欲罢不能 当时陈凤兰失踪之后 他的家人很快报了警 可是当时警方毫无线索 一个月之后的6月17号 凌晨4点 林过云又用同样的手段 杀死了29岁的梁秀云 梁秀云是某夜总会的清洁工 在金汉酒楼门前的巴士站 上了林过云的车 林过云呢 看他是从夜总会出来 以为他也是舞女 整个作案的过程 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梁秀云也是被戴上手铐之后勒死 尸体被切割成两截 阴部和胸部被割走 这回 林过云使用了摄影机的自拍功能 从而录下了整个解剖过程 这后来也成为他的主要罪证 期间 林过云曾经挑出肠子 放在口中品尝 又觉得恶心 很快就吐了出来 有香港媒体说 林过云吃了人肉 他坚决地否定 他说自己只是因为好奇 尝试了一下 随后就呕吐了 他根本就没有吃人肉 这盘录像带 他命名为雨夜行动 杀死梁秀云之后 林过云彻底地上瘾了 之后半个月 他为了躲避丰盛 暂时没有作案 但是 一直在寻找目标 1982年7月2号晚上11点 年仅17岁的高中女生梁慧心 上了林过云的出租车 梁慧心刚刚参加完谢师宴 下起了大雨 又等不来巴士 只能打车回家 本来呢 林过云选择的 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成熟舞女 或者是他认为的舞女来杀害 他觉得这些人呢 本来就是垃圾 就应该被杀死 但是这回 林过云明知道梁慧心是个学生 却突发奇想 选择他作为猎物 警方认为 这是林过云缺少和年轻女性 接触的经验 对他们很好奇 他把车开到公主道天桥 往海底隧道去的地方 拿出尖刀来 说要抢劫 跟另外三个受害者不同 年幼的梁慧心 被吓得大哭起来 当时 外面大雨滂沱 四处无人 在只有持刀歹徒的出租车里 可怜的梁慧心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这时候 他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有生命危险 而是哭求林过云 不要强奸他 梁慧心说 自己还没谈过男朋友 不想将来 没办法嫁人 林过云也表示 只要你配合我 我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无奈 无奈之下 梁慧心 也戴上了手铐 梁慧心呢 苦苦地哀求林过云 不要强奸他 而林过云呢 也确实信守了诺言 在梁慧心 还活着的时候 他没有强奸梁慧心 和以往立即杀人不一样 这一回 林过云显然对这个少女 很有兴趣 他一边开车 一边还和梁慧心聊天 前前后后聊了两个多小时 涉及各种话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林过云真的没有伤害他 梁慧心也渐渐地放松下来 林过云回忆说 这是他成年以后 和别人聊天时间最长的一回 就好像碰见了一位老朋友一样 他还打开了梁慧心的包 看到了同学送给他的毕业礼物 看见感兴趣的 他就问两句 梁慧心呢 也都一一地回答 这期间 林过云曾经把出租车 停在龙翔道一个加油站的附近 当时呢 有好几辆加完油的车 从他们的旁边开过去 梁慧心完全有机会呼救 那么做 他多少还有一线生计 可是 这女孩太小了 没有社会经验 而且已经被完全地吓傻 从头到尾 他没有过任何自救的行为 只是一味地哀求林过云放了他 自己的妈妈 还在家里等着 对于梁慧心的要求 林过云不知可否 当然 作为一个连杀三人的歹徒 他不可能放走梁慧心 放走他 和自首有什么区别啊 警方只需要根据他对歹徒相貌的描述 排查一下香港出租车的司机 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抓住他 而梁慧心呢 根本不知道林过云杀过人 还以为呢 他只是普通的劫匪 两个人聊到凌晨三点左右 梁慧心呢 支持不住了 在后座上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林过云也小睡了一会儿 在凌晨五点左右苏醒 这两个多小时里 梁慧心还是有机会 他有机会逃跑 但是他仍然什么都没做 林过云醒来之后啊 他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 如果放走梁慧心 那自己很有可能被抓 被执行死刑 可是梁慧心天真幼稚 他也不是什么武女啊 不是什么荡妇啊 杀他没有道理啊 到了最后 林过云还是横下了心 用电线勒住了梁慧心的脖子 梁慧心从梦中惊醒 这才明白过来 林过云是想要他的命 只是太晚了 反抗和呼救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花季的少女就被一根电线夺取了生命 杀死梁慧心之后 林过云同样解剖拍照和碎尸 这盘录像带被他命名为第四次行动 在处理梁慧心尸体的时候 林过云还监了尸 这是在以往三次杀人当中都没有出现过的 林过云解释说 他对这种事很好奇 因为从来没做过 希望尝试一下 碎尸被用同样的方法 丢弃在铜锣湾大坑道山坡的草丛里 根据他的指认 警方先后找到了多具尸体 由此证据确凿 林过云的案件 涉案死者只有四人 却是香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大案 林过云的言行太过怪异 主审法官一度怀疑他有精神病 经过五名精神病专家反复鉴定 其中三个人认为 他没有精神问题 只是有极为严重的变态心理 根据他的录像带分析 林明显对解剖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位曾经看过录像带的法医回忆 我们法医解剖 一刀一刀是有步骤的 看录像带 林过云呢 没学过 第一具尸体的刀法完全不对 但是他学习能力很强 第二具 第三具 解剖就有很大的进步 很显然 他研究过解剖技术 他的解剖基本都是针对性器官 这就是变态了 和普通的法医有根本的不同 自然 变态心理是不能减轻罪责的 1983年3月3号 香港最高法院开审 有意思的是 为了避免女性陪审团成员的性别偏见 七个陪审团成员全是男士 到4月8号 陪审团一致通过 林过云四项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绞刑 六十年代以后 香港就没有执行过死刑 最终呢 林过云在8月 被改判为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目前 林过云已经服刑长达35年之久 在狱中表现良好 却仍然不允许假释 监狱方面认为 他对于自己的罪行 没有什么悔意 一旦放入社会 恐怕还会害人 在几年之前 有过传闻 说他被假释了 放出来了 一度引起了香港社会的恐慌 由于他杀人 全部是在雨夜 所以得了个大名鼎鼎的外号 雨夜屠夫 他自己也说 一到雨夜 他就有一种 无法克制的犯罪冲动 实际上 他的雨夜犯罪 引起了香港人的巨大恐慌 在他被捕多年之后 很多香港女孩 仍然不敢在雨夜 乘坐出租车 这个案件 至今还有一些疑点 第一 林过云究竟杀了多少人 香港一个访谈节目当中 采访案件的香港记者表示 当时警方觉得林过云作案手段非常老练 怀疑他不只做了四个案子 很可能和当年其余的十一名女性失踪案都有关系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最后只能认定他杀害了四个人 第二 他的父亲和弟弟究竟有没有设案 正常来说 在那么小的环境当中干这种事 他的父亲和弟弟不知情 这几乎是不敢想象的 但是法院没有任何证据 最后 他的父亲和弟弟都被无罪释放 这期间呢 还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 警方呢 一度想打亲情牌 把林过云的父亲和弟弟都抓起来 想迫使林过云屈服 可是呢 林过云对弟弟和父亲 本来就非常的仇视 警察把他们俩抓起来 林过云很开心 拒绝配合 你把他们俩重判了才好呢 为此啊 父亲和弟弟被拘捕了一段时间 到开庭之前 恼羞成怒的弟弟还试图撕打林过云 大声的喊 你要说实话 你不要连累我们 第三 这就是江湖传闻了 说林过云 冤魂缠身 林过云身体瘦弱 面目清秀 看起来就像那种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弱书声 但是在服刑期间 监狱里众多的黑社会分子都不愿意招惹他 连狱警都不愿意跟他接触 一名退休的狱警介绍说 我们总觉得林过云的身上有一种阴气让人不寒而栗 我听说过一个说法 有一回一个成教处的人员带他去空地上放风 让他自由活动 一位成教处的主任 透过壁炉电视 竟然看见有四个半透明的人影 一直在他的身边飘来飘去 他走到哪儿 人影就跟到哪儿 一步都不离开 成教处的主任大吃一惊 他认为 这就是四个冤魂 围着他在找机会报复 这个说法 当时监狱里面的每一个狱警跟犯人都知道 1982 香港与叶屠夫林过云 全文完 在几年前 咱们国内曾出现过一个 号称假币教父的男人 这个所谓的假币教父呢 他的真名叫彭大祥 他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从小就在绘画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 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在正路上 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用临摹的方式来伪造过粮票 后来他甚至开始去尝试画人民币 在攻克了一些技术困难之后 靠着他画的人民币 假币贩子们成功造出了数以百计的人民币假币 非法获利六亿元 而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呢 相比于彭大祥的故事来说 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彭大祥是靠着手工建立起了假币帝国 而这位呢 他是靠着高科技和不屑的钻研 说有一个从小就行窃的小偷 他先是靠着盗窃 活生生的把自己给偷成了百万富翁 然后呢 又误打误撞 靠着上网查资料的办法 稀里糊涂的造出了2.5亿美元的巨额的假币 可是当警方把他抓获之后 竟然没有办法给他起诉 反而出于某些原因 只能由着他继续逍遥法外 警方也没办法 只能是费尽心思的升级防伪技术 而这个小偷呢 后来甚至还成为了官方的 箭矢假币的专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荒唐的故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2012年5月份的一个清晨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小镇上 美国特勤局和魁北克警方正在全副武装 准备捣毁一个假币制造工厂 他们小心翼翼的摸到了工厂的墙外面 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 工厂大门被迅速破坏 警方冲进院子 最终他们成功的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此时 此人旁边的两台生产假币的机器正在高速运转 掀开被黑布遮盖的桌面 只见 在这样一个不到20平的小作坊里面 竟然放着将近100万美元的假币 如此多的假币让警方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随手拿起两张假币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跟真的简直没有区别 不光是看上去没有区别 就连手感几乎都一模一样 这属于是质量相当高的假币了 如此之高的质量 以及如此之多的数量 警方认为 这一定是一个大规模的 有组织的团伙才能干出来的 单凭眼前这一名嫌犯 肯定是不够的 于是他们要从这名男子入手 顺藤摸瓜 找出他背后的组织 这男的是个小胖子 相貌平平 看起来甚至傻乎乎的 他自称叫弗兰克·伯拉萨 并表示自己其实只有一个人 没有其他同伙 这些假币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 但警方怎么可能相信呢 于是开始对他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打游击战 可是几个回合下来 不管怎么问怎么审 这弗兰克始终坚持说自己只有一个人 而且他这态度看起来还非常诚恳 这样的情况让警方有些动摇了 难道眼前这小子他真的就是单打独斗 凭自己的能力造出了这么多精良的假币吗 这恐怕让人难以相信 而实际情况其实的确如此 这个弗兰克的确很有能力 但他跟那个彭大祥也不一样 他属于是半路出家 在此之前呢 他一直都是一个小偷 而且在盗窃方面还相当的厉害 弗兰克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 一个叫做特罗斯里维埃雷斯的小城 这个地方造纸工业非常发达 是世界上有名的报纸纸张生产中心 和其他所有的小混混一样 弗兰克从小不爱学习 12岁时正在上7年级的弗兰克偶然间发现 学校里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 经常会带着一些非常昂贵的名牌衣服 到学校来 但他们就只是把衣服带到学校 也不穿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后来他才知道 这些衣服 其实都是那些高年级学生 从商店里偷来的 他们偷来衣服 然后再在学校里低价 卖给其他学生 学生们都没什么钱 这种低价的名牌衣服 对他们来说诱惑力是非常大的 这让弗兰克也看到了商机 于是从那以后 他也开始去商店里偷衣服 而且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后来不光是偷衣服 他还偷鞋 偷电子产品等等 回到学校 他就像是开小卖铺一样 把东西一一裂开 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就这样 靠着盗窃 弗兰克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路 当时学校里有两千名学生 生意最好的时候 一周能够赚好几百价比 这在当时对他们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在15岁的时候 有一次 弗兰克偷老师的钱包 被抓了现行 随即被学校开除 弗兰克盗窃的事情 他的父母是知道的 但是屡教不改 父母非常失望 尤其这次又被老师抓了现行 连学都没得上了 这让他父亲感到非常生气 一怒之下 把他赶出了家门 后来 弗兰克为了谋生 在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厂 找了一份工作 但即便有了营生 弗兰克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副业 仍然利用业余时间 去偷各种东西 凡是能偷的 他几乎都偷过 而且每次都能巧妙的避开 所有商店的店员 还有后续到来的警察 而在汽车修理厂的这段时间里 弗兰克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在了解了一些 有关汽车修理的知识以后 他发现 这些汽车的零件 配件都挺值钱的 于是他又开始盗窃汽车零件 这让他一发不可收拾 他越偷胆子越大 以至于后来开始直接偷汽车 再转手卖掉 这样盗窃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多 直到他二十岁的时候 弗兰克觉得偷来偷去的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不管他怎么偷 他都能得手 警察都不会发现 于是独孤求败的弗兰克 看着手里积攒下来的一大笔钱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决定自己当老板 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 不久之后 他在当地开了一家制造汽车刹车片的工厂 靠着之前在汽车修理厂期间 积攒下的一些客户和人脉 他的小工厂迅速发展 很快他发现 赚钱和盗窃一样 能让人上瘾 为了赚更多钱 为了做更大 做更强 弗兰克非常努力 他每天都要工作20小时 甚至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然而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之下 没多久 他就因为太过劳累而晕倒了 手下的工人把他送到了医院 经过诊断 弗兰克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免疫力极度低下 这都是由于过度劳累和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 为此 弗兰克每天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 一段时间以后 弗兰克虽然抵抗住了病痛的折磨 但此时他已经没有精力去照顾工厂的生意了 这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 让他意识到了 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加重要 于是他把工厂卖掉 赚了一大笔钱 带着女朋友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修养身心 同时在此期间 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不开工厂了 那么接下来做点什么呢 弗兰克的脑回路的确非常清晰 他认为如果自己选择去做一个打工人 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 那不跟自己之前一样了吗 到时候肯定还会累倒的 所以说不能去打工 再说了 自己之前毕竟是老板啊 总不能越活越抽抽 所以还是得自己去干一点事业 可是什么样的事业既不累 又能赚钱呢 思来想去 好像只有法律不让干的事 才能符合这个条件了 但是他这个人啊 想法又非常奇怪 或者说呢 他确实是被上次累倒的事啊 给吓到了 即便是法律不让干的事 那些所谓的赚钱的事 他也想去找一个 其中最轻松 最不累 最好挣钱的 于是他就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违法犯罪行为 2005年 他发现贩毒 好像既不累 又挣钱 于是开始接触毒品交易 结果只干了不到一年 就被警察发现 抓进去 关了三个月 出来以后啊 弗兰克又开始了思考 看来这毒品交易也不太合适 虽然轻松 虽然也赚钱 但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 警察抓住了其中一个 其他的上下两家都跑不了 这一条交易线全都会给揪出来 太不安全了 那到底干什么 才最轻松 最安全 最赚钱呢 此时 他想到了 印钱 要想轻轻松松的来钱 那直接印钱 不就完了吗 于是一个计划 在他脑海里出现了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 弗兰克对家园肯定是最为熟悉的 但经过深思熟虑以后 他决定还是要印美元 因为美元流通性最广 最容易出货 而在众多面值的美元里面 他认为 20美元是最佳选择 因为当年的美国自动取款机里 单次提取现金的操作上限 是400美元 取出来的钱都是20美元的纸钞 所以20美元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接下来 弗兰克找到了之前贩毒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朋友 希望可以帮助自己来制作假币 这个朋友很实在 清囊相受 他跟弗兰克说 要想制造假币 其实并不难 只需要三样东西就可以了 一张真壁 一台扫描仪 一台打印机 先通过扫描仪 把这真壁扫一遍 再使用打印机 把复制品打印出来 这样一张假币就做成了 弗兰克听完有些不可思议 这也太简单了 其实这位朋友并不是在逗他玩 当时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假币 确实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假币 质量非常差 而且非常假 如果不做进一步处理 实际上一眼就能被看出来 毕竟这种办法就相当于是 直接去复印了一张钱 首先那画质它就不好 看起来就怪怪的 而且那个年代打印机效果 普遍不太好 画面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条纹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但是当时的弗兰克 哪能想到这么多呢 他认为这种假币 应该就属于很不错的了 于是他马上就印了 十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然后满心欢喜的去商店试验 结果被收银员当场识破 弗兰克非常尴尬 吓得落荒而逃 回来以后他才意识到 这个朋友实在是不靠谱 想做出质量上乘的假币 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去钻研 于是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 弗兰克利用自己仅有的那些知识 把所有精力全都放在钻研资料的过程当中 从零开始学习制作假币的方法 有一说一 他这脑子确实挺活泛 虽然脑回路比较清奇 但是学东西还挺有一套的 别人做假币都是去一些非法的网站上去钻研 去找一些制作假币的方法 但他反其道而行之 不去学怎么做假币 而是在美国官方的各种货币网站上去搜索 学习识别假币的办法 在那些网站里详细记录了美元钞票上每一种防伪标记 还有他们功能的具体描述 所有的防伪技术加起来 足足有十几种 弗兰克每天就泡在魁北克不同的网吧里 别人都在打游戏看电影 他倒好 找一个角落 上网学习如何识别假币 在这过程中 有很多专业术语和词汇很难懂 弗兰克就一边翻译 一边查字典 愣是慢慢的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虽然学习对他来说非常困难 但是弗兰克也已经下定决心 要做出质量过硬的最好的假币 在学了一年以后 他觉得自己的理论知识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该实践了 于是他就在远离住处的郊外 租了一个破旧的仓库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 因为他认为破旧的仓库 比较不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可以更加安全的去钻研假币 不过真的到了实践这一步了 弗兰克发现自己面临的难题 其实还有很多 毕竟纵使在过去的一年间 他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识别假币的办法 但是网站上交给他的只是怎么去识别假币 肯定不会告诉他这些防伪技术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难题让弗兰克有些懵了 面对眼下的疑问 弗兰克该如何破局呢 他又是如何克服困难 成功制造出那些高质量的假币的 在被捕之后 他又是如何巧妙的逃脱法律制裁 继续逍遥法外 还摇身一变 成了专家的呢 在之前说到 到了实践这一步 弗兰克发现自己面临的难题 其实还有很多 毕竟纵使他学了很多去识别假币的方法 但是网站上只会告诉他怎么去识别假币 肯定不会说这些防伪技术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让弗兰克有些懵 他只能再次找到之前的一些狐朋狗友寻求帮助 这次他找的朋友靠谱一些 给他指了一条路 通过朋友介绍 他得以接触到了加拿大的地下黑市 在这里他顺利搞到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其中就包括钞票水印的特征和印刷制作的方法 由此他了解到 正版钞票常见的印刷方式有四种 凹版印刷 凸版印刷 平版印刷 以及孔版印刷 后三种咱们不需要来介绍 因为当时美国官方制造美钞使用的是第一种凹版印刷技术 所谓的凹版印刷是指把凹版凹槽中的油墨直接压印在纸上 这种印刷方式耗费的油墨会比较多 并且这种油墨的年度也会比较高 因此使用凹版印刷所印出来的图文会在纸张表面呈现微微的凸起 这就是为什么美钞摸起来会有那种文字的纹路凹凸的质感 此外 凹版印刷需要手工雕刻出各种微型的防伪标志 对技术要求也非常高 另一点呢 就是钞票所使用的纸张 咱们平时用的纸大部分都是用木浆制成的 但是钞票所用的纸材料非常特殊 它是由四分之三的棉加四分之一的亚麻混合制作而成 只有这种材料制成的纸才会有钞票那种特殊的厚重的手感 那么印刷技术和纸张这两个基础问题解决了 弗兰克如是重负 接下来就只剩下细节了 他也终于开始正式的制作了 但是制作假币谈何容易啊 这刚刚到第一步 弗兰克又卡住了 因为印刷美元所使用的凹板印刷机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 普通人根本买不到 所以说使用凹板印刷肯定是行不通了 无奈之下 弗兰克只能使用凹板印刷的方式 凹板印刷属于平板印刷的一种 通常书刊或报纸一类的都会采用这样的印刷方式 虽然这种印刷印不出来凹板印刷那样的纹路质感 但是这种质感也可以在后期使用其他手段来模仿 之前咱们在免费节目绝密档案中讲到的假币教父彭大祥 他制作假币所使用的其实就是胶板印刷 原因和弗兰克相同 于是接下来弗兰克花费了30万美元 在工业设备网站上买了各种印刷设备 此外还有二十几台激光喷墨打印机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最合适的设备了 接着他在黑市中又足足跑了一个多月 每天汗如雨下东奔西跑 终于搞到了变色油墨 防伪纤维紫外线条等等这些 这些东西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 但也都是纸币上的重要的防伪标志 在这些材料准备就绪以后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假币制造最难的部分 也就是纸 虽然现在手里有了打印机印刷机 但是需要的最主要最基础的材料纸 弗兰克还没有 在正常情况下 人们拿到钱的时候 首先会通过手的触感来判断钱的真假 手感是对的 那么十有八九 人们就会认为这钱是真的 而如果纸用的不对 立刻就能感觉出来 之前也提到 钱币所使用的纸张 都是由亚麻和棉混合制作而成的 因此普通的纸肯定不行 弗兰克了解到 美元所使用的纸 是一家名叫库瑞的公司制造的 这是一家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造纸公司 但是很显然 他们只会把纸卖给政府 如果从这家公司买这种纸 那无异于自投罗网 既然如此 这种特殊的纸该去哪弄到呢 弗兰克只能使用一种最笨的办法 他给欧洲的各个造纸厂打电话 希望可以找到一家比较容易上当的 因为欧洲人肯定不了解美元的制造细节 因此可能更不容易起疑心 08年秋天 弗兰克冒充魁北克文具公司的职员 咨询了欧洲以及亚洲的一些造纸厂 弗兰克向对方表示 自己有一个特别的客户 要生产一些特殊的纸张 造纸材料需要用到亚麻和棉 而对方一听 这种材料显然是用来造钱的 于是立刻提高了警惕 弗兰克一看 这完全行不通 赶紧挂断了电话 看来光靠忽悠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弗兰克想了一个新的办法 既然自己冒充其他公司 找他们买纸行不通 那自己干脆就成立一家公司 让这家公司变得足够强大 足够知名 等那个时候再去找那些造纸厂去买纸 想必他们就不会再怀疑了 当然他所说的要成立一家公司 实际上这个成立应当打上引号 2009年1月 他再次伪造了自己的身份 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说白了 他伪造了各种各样的资质和证据 凭空捏造了一家公司 表面上看 这家公司业务齐全 投资数额巨大 业务往来十分频繁 非常有实力的样子 接着他又开始花钱造势 他雇用了大量的媒体携手 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资产 以鼓吹自己这家公司有多么多么厉害 事实证明 金钱的力量是巨大的 一时间在他的造势之下 各种头版头条 都是这家公司的广告和报道 甚至还传出这家公司准备上市的计划 就这样 靠着钱 他愣是虚构了一家非常厉害 非常有名的公司 在名声打出去之后 弗兰克开始以公司的名义 向瑞士伦茨堡的阿托兹造纸厂 发出了一笔订单 他说 自己公司需要生产一些公司债券 这些债券需要有防伪功能 因此需要用到棉和压麻来制造这些特殊的纸张 为了让自己的谎言更加可信 他还附上了一些政府许可制造的法律文件 当然这些文件都是假的 可能因为之前的造势的确起到了作用 瑞士公司一看 接到了这家大公司的订单 而且这家大公司要上市了 还要做债券 这也是合理的 再加上那些法律文件 瑞士公司爽快的接下了这笔订单 丝毫没有怀疑 后来弗兰克又接着提出 要在纸上加一条安全线 对方也答应了 毕竟对方认为他这做的是债券 不过此时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要在假币上添加美国第七任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的头像 这是钱币的防伪标志 而这个头像必须在造纸过程中添加进去 因为如果后期再往上加的话 是很容易被看出来的 但如果对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 瑞士公司肯定会怀疑的 这可怎么办呢 弗兰克此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这个人的头像 是要夹在纸张的里面的 必须在制作过程当中才能夹进去 于是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硬着头皮跟人家说 能不能在这纸里面再加一个头像 说完之后就把安德鲁杰克逊的头像给发过去了 而没想到瑞士公司爽快的答应了 条件是需要加钱 往里加头像肯定是没问题的 弗兰克喜出望外 后来他才知道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安德鲁杰克逊 他只是把头像给发过去了 又没说这是谁 人家还以为这是他们公司的老总呢 所以自然就答应了 时间过得很快 2009年12月这批特殊的纸张生产完成了 瑞士公司把货物发给了弗兰克 弗兰克此时非常紧张 毕竟和瑞士公司之间的交易实在是太顺利了 和他之前多次请求下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总怕警方是在欲擒故纵 为此弗兰克非常谨慎 他雇佣了十几位司机 这些司机只和自己单线联络 上一位把货车开到某个地方之后 再给下一位发通知 一连转了十几次手 最终才发到了一个中转的仓库里 这还没完 他让这批货在仓库里停了整整三天 看周围有没有警察在活动 等一切都没事了 他又雇了十几个司机 拆开这批货的包装 换上新的包装 再从仓库里拉出来 运到了自己的小仓库里 在运送过程中 他还专门雇了一群人 开车紧跟着送货的卡车 时不时的还要假装汽车抛锚 把整条路全都堵住 让所有企图跟踪卡车的人 全都跟不上 在这一系列措施下面 他终于确信 这批货物应该是安全了 利用这些纸张 富兰克开足玛丽 在自己的小工厂里 日夜不停的印制假币 由于纸张非常完美 和真币别无二致 因而这批假币印刷出来 几乎不存在瑕疵 除去为假公司造势的那些花销 他前前后后的所有的成本 其实才只有三十多万美元 但是他却造出了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假币 看着这批完美的假币 富兰克高兴极了 他开始盘算着如何把这些假币卖出去 为此他制定了三条原则 第一假币不能在自己手里花掉 第二不能在本地花掉 第三只印二十美元的小额钞票 之所以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安全 富兰克开价 以面值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来出售假币 也就表示三十美元 可以买到一百美元的假币 借助之前在黑市积累下的人脉 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好 2010年第一批二十美元的假币 出现在了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密歇根地区 接着迅速扩散到了美国各地 这多亏了他极高的品质 很多客户往往是先买一小点 在意识到甜头之后会开始大量购买 并且还会把富兰克介绍给他们自己的朋友 于是很快 这些假币流入了美国各地的夜店 赌场以及赌贩手中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导手越来越多 市面上二十美元的假币也越来越多 而富兰克赚的钱也自然跟着越来越多 这一赚钱 富兰克的老毛病又犯了 杀不住车 光想着赚钱 把休息躺平的事全都抛在脑后了 他给自己规定 每天必须工作16小时 只有8小时的时间去休息 而且这事呢 他还对所有人保密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做 就连他女朋友都不知道他天天在干嘛 另一边 其实美国警方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假币 但他们在美国境内查了很久 一直找不到这些假币的来源 毕竟假币来源实际上在加拿大 可是好景不长 没多久 美国警方没有盯上他 加拿大警方倒是把富兰克给盯上了 2012年 有一个黑帮集团向富兰克订购了100万美元假币 巧的是这个黑帮内部 有一个警方的卧底 通过这条线索 警方锁定了富兰克 此时富兰克已经完全暴露了 加拿大警方对他展开了24小时的不间断的监控 在一番计划之后 2012年5月23号凌晨 一群特警冲进了富兰克的工厂 此时富兰克刚刚工作了一个通宵 正美滋滋的欣赏自己的作品 随后警方在这搜出了94万9千美元的假币 但是没有发现假币的模板 这意味着富兰克肯定不止这一个窝点 他在其他地方肯定还藏着假币模板 和更多的假币以及生产设备 不过即便只有眼下这些假币 也足以让富兰克喝一壶了 加拿大警方表示 专家鉴定发现 这些假币用肉眼几乎无法看出真假 用手摸也很难界定 算是超高质量的假币了 几乎已经以假乱真了 2013年12月 此案开庭审理 富兰克将面临长达60年的监禁 但就在此时 富兰克灵机一动 他向自己的律师表示 如果自己能再主动拿出 2亿美元的假币 这对案情会有帮助吗 律师一听啊 下巴都要惊掉了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家伙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的假币 而这笔钱 的确起到了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 他和法庭达成了认罪协议 他愿意把藏起来的2亿假币 和没有被发现的假币模板 以及关键设备全部上交 但条件是 让自己免于被起诉 以及不被引渡到美国 最终法院同意了这个方案 于是富兰克只在监狱里待了一个半月 并且只被罚了1500假币 然后就被放了 当然这种魔幻操作 也只有在他们这些奇葩的地方 才会出现了 要说的是 富兰克不光没有被起诉 后来他甚至还被加拿大政府收编 成了一名反假币领域的鉴定专家 他还经常上一些电视节目 教大家如何鉴别假币 以及讲述自己当年的传奇经历 这俨然成为了一个正面人物 这也是这起案件中 最奇葩 最讽刺的地方